各位你可以看到我们简报49页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官方的过冲工具里面 就有这个侦测人脸的 那你可以用它来追踪人脸的位置 然后一样可以简单的去做 比如说像类似像开关灯这样的动作 那这里呢我先把我已经完成了先打开 这个没有声音就没关系 好这里关掉 好一样的你可以看到这边 好那因为我要控制这边的这个LED矩阵 所以我还是需要有一个什么 就是开发板 因为你只要要用到开发板上面的任何的功能 包括按钮啦 包括它上面也有那个风鸣器 甚至它上面有温度光明都有 那你就需要 好就需要有这个积木 那么我们往下看 你看在这边 擴充功能里面就有一个叫做人脸跟颜色追踪 所以你现在只要会分辨颜色 恭喜你你就会成功了 有没有就在这边 好那你看一下啰 好你可以追踪 他我记得好像可以追踪好几个人啦 看你里面就是镜头里面有多少个人 他就可以去追踪这样子 那你也可以追踪颜色 好不只是人脸你可以追踪颜色 这边不是去做那个人脸辨识 那只是追踪那个人形 好追踪人形的部分 然后也会显示一个那个人形的方框 所以呢我另外呢还搭配一个他的扩充功能 就是在下面这里 你一样往下走 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叫做e-game的图铺 那e-game的话其实也是 就是webduno开发的 他还在高雄的一个那个叫做什么 一个学习平台上面 他就是有画了很多一些图 那现在呢那些图呢你也可以拿来用 所以你看你把他丢进来 你可以去选择 有没有这些角色 就是在他里面的那些平台上的 好所以你看你要哪一个 你就点一点 好待会呢用一个变数来代表他 好那我们这边呢 跟各位介绍一下什么是变数 首先你可以看到我们左手边 因为变数也是在我们程式里面 应该说一定会用到的功能 那你点到他之后 好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直接设定变数 指定变数是什么样的数值 什么样的状态 好那如果呢你有指定过的 好比如说我这有pick 有一个x有一个y 那么他相对的就会自动在变数里面 自己把这个单一个积木就把它叫出来 当然如果没有的时候 你也可以像这样拉出来之后 自己再去做切换都可以 那你也可以就是自己在这边 再去新增你的变数名称 跟我们一般写程式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说现在是透过积木的方式来完成 好所以这里就是我 我用到的两个我们所谓的扩充功能 一个就是追踪人脸 一个就是载入他的图库 那载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自己去指定 好他的那个尺寸是要变大还是要变小 因为他原本的尺寸其实也蛮大的 所以通常我会把它做缩小的动作 才不会占那么大一个区域 那么你看哦 在我的程式里面我们分成两个部分 好 一个呢就是这个是基本的 对不对 追踪 然后载入 缩小 那接下来呢 因为追踪了之后我希望这张图片可以对到我的脸上面 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不是很多时候 有没有比如说他是比较小的我们就会做马赛克嘛 一样的道理对不对 就把自己 遮起来 好那所以呢 我现在呢就去把设定两个变数 一个是X 一个是Y 它分别就是我追踪到的那个人脸的S坐标跟Y坐标 因为我们的萤幕本身就是平面的嘛 水平是X 垂直就是Y 那这边我就要考考各位咯 请问他的坐标原点会在哪里啊 也没有人知道 坐标的原点 因为你要找坐标之前 一定要先知道他原点在哪里 那很多的那个 很多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不同的 城市或不同的绘图 他的那个坐标原点位置不一样 好有人说在左下角 我知道是零零啊 对啊但是零零是在哪里啊 有人说在这边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这个就要用刚刚那个 哦哦有没有 很显然这里是不对的 跟用Squatch有点像啊 哦开发板的中心 开发板不在这里哦 哈哈哈哈 哦我们的那个 区域会是在这边 哦就是这个叫做网页互动区啦 就这里好 那 请怪兽说哈哈哈哈 好了对对对 终于有人讲对了在左上角啦 他的铃铃在左上角 好 好 怪兽说也可以啦 好就是你就 比如说他最终你的 人点啊 他就让他讲 这是可以 他的左上角就 远点 然后呢 往右是正 往下是正 跟我们以前学那个Flash很像 Flash也是这样子 好 好那这样你知道的之后你才可以就是 知道他怎么弄 来你看哦 我分成两个部分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位置会不断改变嘛 所以他需要不断的帮我们追踪 就需要重复的这个积木 再来第二个 怪兽会说出来 X 你也可以叫他讲Y啦 好 比如说我这边我再多一个好了 我找另外一个怪兽 来帮我把Y讲出来 OK 那先不做判断 好我们先把它停用 然后把它塞进去 OK 一样我就是用模拟器的哦 那我们执行看看 那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然他就会要存取你的什么 网路摄影机对不对 这样有没有看到我们家的 有的 好 那现在呢 这里 你有没有发现他现在有侦测到 我看一下 哦他抓到我这个 来你看 这样有没有把我遮住了 对不对 只要他有侦测到 是不是就遮住了 你看哦 那我 我们下面这边 下面这里 这是X 这是Y 对不对 所以我往我的右边 我右边过来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X 变大了 我往左边一点 往左边一点 有没有X变小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 X往右 是正的 好那我们来上一下 我上来一点 我下来一点 好上来一点 反正没有真知道数字就 数字就不见了 所以 哎哎等一下哦 我看一下哦 哎下来一点的话 数字比较小 哎好所以我记错了 应该是在这里对哦 哈哈 好 所以我看哦 上去的时候 哎哎又不见了 好来我看这边好了 上去 下来 哎上面是正 好 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这边是00 好 抱歉 更正一下 好 比较下面一点 这边 是0 好上去是正的 这边是Y 哎 哎开发板原点才是左上角 没有啊 跟开发板 哦哦哦 你指的可能是那个啦 那个那个什么 LED矩阵这个 对对对对 它的原点是这个 如果是 那个矩阵的部分是这个 但是那个 网页的互动区 这边就不是 哎 好 OK 这样各位知道了 对不对 那你看哦 我现在只是多一个判断而已 对不对 就是这个地方 我把它启用一下 好 今天如果 我的X 大于多少 哎 大于400 400比较右边嘛 我就把这个灯打开 那么如果小于 这边400 我只有做X的判断 我没有做Y了 好 那小于200 就是比较靠左边哦 我就把灯关掉 所以在中间这一块 我就不动 就看它 原本是什么就什么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试看看哦 所以我重新执行一次 好 在这里 我往右边 有没有 灯就亮起来了 我往左边 再过来 好 灯就不见了 右边 左边 哎 过来一点200 哈哈 那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哦 那到底 我的图 要怎么对 你看这里 其实 图在对的时候 你看 他载定来是 图是这样子 那图本身 是整张图去对吗 不是 他是用哪里 用他的左上角去对的 也就是说你在 测 就是 这个S座标跟Y座标 你看我的图片不是要定位到这个位置吗 那这个位置就跟我的人 有没有 你看我现在人 应该说 你可以看到我的人 后面是有一个方框的 好 我把它停止 我先把这个 先停掉 因为他侦测到的时候 人的方框 会显示出来 会显示出来 好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呢 就在这边 他会用图片 的左上角 来对这个地方 好 这个就是他对的位置 所以这个就是我追踪到的人点的S座标 跟Y座标 这样有没有了解 好 所以呢 各位 你可以自己试看看哦 好 那 这个透明度 我现在是设 比较低啦 所以你会觉得我好像看起来就是淡淡的 好 如果你现在完全清楚 你就把它设为100%就好了 这样会用的吗 所以你看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子 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个侦测 其实现在很多那个监视器也会有类似的功能啊 有没有 人来的时候才录影啊 类似像这样有侦测到东西在移动的时候 我就 把这个做进来 好 所以他就可以用这个数值去做追踪 那这个当然你就可以 搭配真的 我们可以怎么样 就是用那个云端部署 好 用云端部署的功能 好 这个给各位 自己先玩玩看哦 好不好 你可以看看就是这里面有不同的图 好 你如果没有把它变小的话 其实它会有点大 老实讲 它原本好像是 好像 像素不知道多大 我没有特别去测 但是原本 是有点大的哦 因为他现在这个尺寸 我是把它变成400而已 因为我们刚刚的那个 就是人脸这个 大约了 他大概320乘240是差不多这么大 因为下面这个区域没有很大 所以如果你设太大字的话会挡到 给他原本预设进来 那个就会 比较不是那么适合 好 好 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试看看 好吧 好 这样 大家都OK咯 那这个部分我就要到这边 先告一个段落了